再来关心到政治 民进党议会党团总招陈俊宇 今天在宜兰市长等党内公职陪同下 前往民进党县党部完成党部主委选举登记 陈俊宇并也提出2022团结宜兰县长当选议会过半 在线宜兰精神等五大目标 希望获得党员支持带领党部找回光荣感 民进党议会党团总招陈俊宇今天在宜兰市长江重渊 多位县议员及资深党员的陪同之下 来到民进党县党部登记参选县党部主委 并展现要赢得胜选的气势 团结民进党出位参政务 团结民进党出位参政务 陈俊宇并且提出了五大党务推动目标 包括成立县政言商平台 辅导在地青年团体 建立县党部完善的网路社群 强化各乡镇市联谊会的联系 以及最重要的在2022年团结宜兰 县长当选议会过半 在线宜兰精神也找回光荣感 我们要来成立到 关键的这个人生的平台 提供给我们东宗宇 一个有欧元的伟地专制处理的协助 第二项就是要来辅助到 我们在地的青年团体 去面有更多的这些年轻人 共同来关心到 我们公共事务的这个伟地 第三要来建立东坡一个 建立完善的网路的社群 实质来发挥到 我们网路应该要有的功效 第二要进行法 我们过乡镜丁市的联议会 联合的功能 找回过去 我们拯救有来的这个向心力 第五也是我们最重要的 日空日日要团结宜兰 我们找回失去的这个功能感 对到我们民进党所提名的管长 一定要来动算 以回过半再显我们以来的精神 丹尊乌宗教是我们东团所撒出来的 这个主义好参严 那也是我们这个公积的共识 希望你阿伯不管是你这个 变大的联合上头还是对于 我们要说给宜兰这个目标 一定要有一个 很好的联合的管道 扮演一个 团结力量最好的一个角色 尊重你当团里面表现很好 才让大家这个全部的推算 由于宗教 你和国庄顶市联合上头 我们也看到他很用心 你了解我们宜兰官所有的公共事务 民进党团这些成功的 活跃爱民进党的人 大家共同来推算一个 年轻人 幸福 有灵力有利商的人 担任我们来主委 来担任我们的同伴 民进党县党部主委的登记 从4月13号到4月17号 预计在4月23号来投票 而具有投票权的党员为2978人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明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